亲爱的朋友们 网络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尚无好 那我看到我们的朋友都非常的好学 我们刚才主持人也在调整称呼 我都没有发现出什么问题 那刚才一下课呢 我们负责礼仪队伍的一位同仁 就过来找我 他说 哎呀我们的礼仪 这个 我们负责礼仪的这位朋友 每一次在老师上台的时候啊 他们都走在老师的前面 他说这样会不会失礼了 会不会失礼了 哎不会 礼 有他的规定 同时呢 还有他的权变 他是非常活泼的 不是死板的 那比方说呢 有人就说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右者后 结果我每天呀 这个上班的时候 走在长辈的后面 他们走得很慢 我很着急 我要超过长辈的话 我就违背了弟子规 我要不超过的话 我要迟到 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后来他们来问我 我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长辈打个招呼 说长辈 我先走在前面 我要上班了 那那个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右者后 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我们一同跟长辈出门 我们时时刻刻呀 哎 我们要很谦卑 走在长辈的后面 不要抢先走在长辈的前面 那是我们尊长 同时呢 我们在后面又可以保护长辈 那大家这么一学以后就死板了 一死板之后呢 天气很黑 没有灯光 下楼梯 我们也是长辈 你在前面走 你在前面走 是不是我们就学死了 长辈在这么黑暗的楼梯上 我们没有走在前面 去接影着他 那就很危险 很容易摔跤 是不是 哎 大家又顾虑了 那上电梯 我们先上 还是我们后上 当然了 我们要赶快上去 把电梯的门按住 开关按住 让长辈上 他这些都是活的 法无定法 那包括你看 领导 干部 长辈到我们的团体来参观 结果我们呢 你看 这个就是什么呢 叫圣而无礼则洗 刚才讲到的 结果呢 我们就都很拘谨 请 请前面走 结果这些领导长辈走在前面说 要往哪里走啊 你们不给我指路 我怎么走 完了他就死在那个 长者先右者后 跟在后面 那反而就是 失礼 我们的礼不对的时候 又反而变成失礼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走在前面 引领 那刚才您看 我们的礼仪小姐 她走在前面 引领 这就是 对讲课老师的 恭敬和尊重 她把你引到台上来 我说你们做得很好 没有失礼 您看要下台 他们又上来 引请 又从这边下去 那这个礼就是从 这边上 这边下 它是一个顺时针 这个都是上讲台的规矩 所以刚才 他们这么一来问 我说做得很好 没有错 他们的心很安 所以礼是活泼的 最重要的 在当下那个静缘 你要拿捏 应该怎么做 所以它没有一定 当然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 先学老实 后学全辩 好 刚才呢 我们讲到道德 仁义没有理呢 它就不能够 完成道德仁义的 教化和实施 同样 教训正俗 教训是家庭教育 正俗是社会教育 没有理就不能够 完备周详 您看家庭教育 教什么 弟子归 我们看到 养正宜归 同盟须知 朱子之家格言 言是家训 哪一个家庭的教育 不是教我们理的 应对进退 依让周旋的 这些待人处事 接物的理节呢 都是在教这些 最基本的规矩 所以呢 这个教训正俗 一定要有理 那这个 风争辩诵 非理不绝 那人与人之间 起了冲突 厉害 利益之争 包括呢 见解不同 包括呢 这个 轻暴良民 等等的这些现象 假如没有一个 是非的准神 就没有办法 判别 谁是 谁对 是非 对错 善恶 他就失去了标准 所以要用理 来定这个标准 他是一个准神 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非理不定 我们说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天呢 是象征着 我们把它称为 钱 象征着一种 这种领导之力 所以他为君 地呢 厚重 包容 柔顺 那我们为坤呢 坤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卑 那他是一个 所处的位置不同 分成尊卑 所以他具有那种 服从力 那自然而然呢 把它用在我们 人际的相处上 就有了君臣 父子 掌幼的次弟 那尊卑掌幼的次弟 那假如没有 这样的次弟 您看呢 我们的晚辈 对长辈 就会轻慢 无礼 人伦的秩序 就会混乱 那天下也会 大乱 所以这个礼呢 就是让我们呢 来制定呀 父子兄弟 长幼君臣的 这种等级秩序 让我们依自己的角色 而来尽自己的本分 和行礼 那再来呢 换学 是是非礼 不清 这个换是学习 如何做官 学习如何 学六亿 礼乐 涉欲 书数 那你要学东西 要懂得如何 奉仕师长 您看 我们有十条 干肉的 速修之礼 面对求学的老师 我们要去求学的老师 要有问道之礼 还有谢师之礼 拜师之礼 那这些礼 都不可以少 是不是老师 一定要十条干肉呢 不是的 那是表达一个学生 对老师的恭敬 诚意 你假如没有这些礼 老师会不会收你啊 因为你没有诚意 没有恭敬心 老师也教不了你 所以没有这些礼 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清静老师 接受老师的教诲 那再接下来呢 立官刑法 非礼 还有这个 班朝治君 立官刑法 非礼 威严不行 这里指的 班朝是指的 朝廷的官爵呀 他都有次第 有等级 您看我们看 那个古时候的电影 电视剧 武官这边站着 文官站在一边 他都按照 他的等级次第来站 那整个的朝廷 才有序 如果没有这些礼 就乱成一团 那朝廷 政府假如都乱的话 这些官爵 都乱的话 那天下更没有办法 去治理 那立官刑法 就是官员到位就职 你要实施这些法令 实施教化 假如失掉了 礼的这些仪式 威严就不存在 没有威严 就不能够涉受人心 不能涉受人心的善根 那这些东西呢 也没有办法实施 那再接下来呢 导辞 祭祀 您看我们现在 恢复祭礼 祭祀天地 祭祀祖先 祭祀孔老夫子 一定有他一定的 礼仪的程序 假如这些礼仪的程序 失掉了 人们的那种 庄重制成的心 没有办法体现 那天地 祖先呀 他们感受不到 后代子孙的诚意 也不能够来享用 这些食物 哦 这个都是非常了不起 我们中华文化的礼 它的内涵呀 非常的深厚 啊 所以呢 这里呢 是 曲礼当中的 一段话 你看我呢 就用了几个图片 让大家了解 您看这就是 祭祀皇帝的时候的 您看这个都是 非常整齐有序的礼仪 您看这都是祭祀时候 我们看到的这种 大型的场面 您看这是祭孔的时候 您看礼乐诗 都是融合在一体 来表达我们对 古圣先王 对圣贤人 对祖先的那份 制成的恭敬怀念 啊 表达这个 所以在我们礼祭的 经节当中就讲到 福礼之于正国也 犹恒之于轻重也 神墨之于取直也 规矩之于方圆也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礼要来治理国家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犹恒之于轻重也 恒是什么 那个秤 来称物品的秤 礼就像一个秤 物品的轻重 借由他就能够秤出来 没有这个秤 我们就不知道 这箱东西有多重 这袋粮食有多重 那神墨呢 在古时候 是用来衡量他的取和值 如果没有神墨呢 就没有办法 规矩 我们就知道了 规以求方 这个聚以求方 规以求圆 也是来画 圆和方的 一个工具 那治国呢 那治国呢 就如同这样 那这里有一段话 我们比较可以 更好的去理解 神墨以求直线 秤以求轻重 归以求圆 聚以求方 此为基本之气 由此基本之气 方能成就万气 所以礼是什么 我们治国 为人的基本之气 所以孔老夫子才说 安上持民 莫善于理 治理国家 从上到下 一定要有理智 过去古时候呀 连吃东西 穿衣服 都有理的讲究 什么年龄 能吃什么 没有到那个年龄 不能吃 什么衣服 到了那个年龄 你才能穿 没有到那个年龄 小孩子不可以穿 他都不会超越自己 当下的本分 人们守规矩 都循着自己的本分 去生活 您看 人与人和睦相处 理多么重要啊 我们现在了解的 非常之少 那这里呢 在理记的取理当中 告诉我们 理有哪些功用呢 福理者 所以定亲书 决贤疑 别同意 明是非者也 理呢 给我们制定了 亲书远近的关系 因为我们说 人要博爱 但是博爱呢 一定是由内而外 由近即远 我们说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所以这个爱 一定要回归到 先爱父母 所以古时候呢 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就分成了 亲书远近的 一个级别 比方说 在举行丧礼的时候 就有五福 这个五福呀 你穿的最粗的 那个粗麻呀 我们说 披麻戴孝 那个就代表 他跟 王者的关系 是最近的 那越往后 那个衣服穿的 越细 叫这个丝麻 很细的时候 代表 他跟王者的关系 距离比较远了 可能是远亲 不是直系的亲属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因为中华民族 非常注重血统 那注重血统的 纯正 所以呢 他要把这个 伦长关系 要区隔开来 那纯正呢 首先呢 血统不可绝 不能绝呢 就要笛子 传宗 就正妻所生的孩子 来继承家业 代代相传 这个血统就不会绝 那接下来呢 血统不可弱 那怎么办 近亲不婚 同性不婚 同族不婚 如果我们近亲也结婚 一个家族都成婚 我们后代子孙的 智力体力全部下降 那这个民族的 我们说的这个人种 就没有办法优化 整个民族的 整个智力体力下降之后 我们的文化又何以传承呢 我们的祖先 多么有智慧啊 所以今天的伦长关系乱了 哇 如果 娶了好几个太太 生了很多孩子 将来他们长大 那就有可能有近亲结婚 那这个民族的 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品种啊 这个就会变得烈下 那再来呢 为了保持血统 不 这个 不混呢 就是 一族不婚 那比方说呢 我们说可以放开 都可以来 这个不同的族群 可以结婚 那是我们讲过去 您看 我们到国外 我们看他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可是他完全 他的文化 被异化了 那他已经不拥有 我们这个民族 的文化的内涵 他的思想观念 完全是什么 可能是西方的思想观念 那我们的文化 也不得以沉传 所以我们的 中华的祖先 他是世世代代 要将我们的文化文明 遗传下去 您看他都是用礼来 区隔 让我们去遵循 保持我们民族的优良 文化的代代承传 他是给我们 真正呢 创造我们未来 子孙后代的福祉 让我们能够 过幸福的生活 那再来呢 这个亲书一定 大家遵守 伦常去生活 绝贤疑 我们说 君子患未然 不处贤疑间 瓜田不纳履 理下不整官 那这个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一个人的 动机纯正 但是呢 往往呢 又因为 我们的行为 会被别人误会 又不能不去围 怎么办呢 就用礼 把它定下来 那这个弦呢 是误会 疑呢 是怀疑 怎么定呢 刚才我讲的 瓜田不纳履 你在一个西瓜的田地里 你可不可以 去寄鞋带啊 你去一寄鞋带 瓜农看到说 你给我站住 过来了说 你偷我的西瓜 他说 我没有 我是寄鞋带 胡扯 你哪里不能 寄鞋带 偏偏在我瓜田 寄鞋带 会相信吗 是不是不会相信啊 所以就要用礼定了 你就知道 到了瓜地 不要寄鞋带 因为 你跳到黄河 都洗不清 这就会让人家 嫌疑 怀疑 那理下不整官 这个理子树下 不仅仅是理子树下 苹果树 桃子树 凡是这个水果长在树上的 你不要戴着帽子 在那个树底下 整帽 一整帽 别人就可能抓住你了 你偷我的水果 会不会啊 所以你看古人说 一人不入古庙 两人不看深井 也是绝贤疑 那个古庙呀 有一些强盗 藏了很多的东西藏在里头 你进去了 他就想 你一定发现了我的暗道机关 你的命就没了 两人看深井 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 人家一定说 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 那我们用在 现在的生活当中 哇 这个里头的学文就更大了 那是古人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 您看 这个门开着 房间没有人 你可不可以进去啊 不可以进去啊 那个东西丢了 你说都说不清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敲了人 敲了门 哎 门开着没有人 我们不要进 绝贤疑 是不是 那么再来呢 那个财务室没有人 你能不能进去 在那等着 那钱丢了 你也说不清 因为 来进行案例 调查 发现怎么样 哎 就你在里面 你能说得清吗 所以理是什么 是我们不给人家添麻烦 同时呢 也起到保护 我们的一个作用 哎 不要因为我们 失礼的行为 给人家添乱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 这个大会一结束呀 也是一个课程 大家都去照相了 那那个人员呢 都是 也是 不知道 也就是不是 仅仅是这一个公司的 可能还有外地来的 我们的包呢 都放在椅子上 之后呢 啊 我们就去照相了 到外面 结果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 一个讲课的老师 一个朋友 他特别的细心 他说 李老师 你们的包都还在会场 我们现在都在外面 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我要把你们的包拿过来 那当时我们就想 没关系吧 我 这个 应该不会丢 我们都学圣贤教育 在这里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没关系 那结果呢 这个朋友 他就讲什么 他说 不是的 万一 我们把东西丢了 我们给主办单位 就添了麻烦 哎呦 这个存心好不好啊 所以这种 谨慎小心的态度 是处处 替他人着想 不要给别人添乱 您看这个就是理 那这个绝贤仪呢 在古时候 您看还有很深的学问 他讲到 父不可以弄子 祖可以弄孙 媳妇可以到 公公的房间 问鸡 公公不可以到 媳妇的房间 问安 女长母可以抱 这个子长母可以抱 女长妇不可以抱 那再来呢 姐姐可以到 幼帝的房间 哥哥不可以到 妹妹的房间 那我们在 礼记取礼当中啊 全是交给我们 生活中的这些礼 很细 为什么叫取礼 为婉取折 那为什么要学这些 后面我们会知道 礼是 原情而做 为什么要有礼 礼是 原以 我们人有 喜怒哀乐 爱物欲的 七情 他要实时用礼 制定防范于我们 情感的 这个 泛滥 或者放纵 所以就用礼 把它规定下来 那为什么 父亲不可以 跟儿子玩耍 打闹呢 因为父亲在家庭 担当着 教育子女的责任 他要时刻体现出 他做父亲的 威严和威仪 儿子就学到了 这种尊重和威严 他不敢造次 假如我们的父亲 让孩子 骑在他头上 天天怎么样 骑大马 没大没小 孩子的这份 恭敬尊重 威严的态度 他就学不到了 那他将来 就会造次 所以为什么说要 母慈 复言 那两个人 半点不同的角色 那母亲的那种 厚到柔软 那种关怀 让孩子学到仁爱 从父亲身上学到 尊严 威严 您看父母是给儿女 表法的 假如我们不懂 这个道理呢 我们溺爱 跟孩子打斗 孩子他的教育 就失败了 这是很危险的 那为什么爷爷 可以跟孙子 可以跟他玩耍呢 我们讲寒仪 弄孙 是不是 享受天伦之乐 因为爷爷没有承担 这样的一个义务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讲到 您看媳妇 可以到公公那里问安 公公不可以 您看呢 防止 鸡弦 那包括呢 孩子长了 母亲还可以抱 爸爸就可以 不可以抱 所以所有的礼 它都是我们的 互生福 让我们人的行为 都守 这样的一份礼数 而去生活 人有礼则安 无礼可能危险 就出现了 那他就是表这个意思 包括呢 老师是心丧三年 老师如果也是 扶丧三年 别人就搞不清 您家是父亲 往生了 还是母亲去世了 所以他一定有区隔 把这种嫌疑 让人们去除 不要有这个怀疑 别同意呢 这里告诉我们 是有同 情不义 情有同 而是不义 如果把它都混在 一起来谈呢 那就会乖利 乖义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你有一个养子 这个养子呢 有名分 不是你亲生的 那你同时呢 也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这个叫妓子 同时可能你就 外面又有个私生子 请问 谁是你真正的儿子呀 一定是什么 法律规定的这个 妓子 反而他可以继承你的 这在古时候是这样 继承您的遗产 那反而这个私生子 能不能 虽然是你的骨肉 但是他不合 伦理道德的 道义 那如果我们 是非混淆 不分的话呢 我们的道义 就会乖利 人们就没有 是非善恶 评判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呢 也要用理来定下来 所以别同意 那再来 明是非呢 是非好坏 用什么来评 我们说用理 理很抽象 看不到 用什么 典章制度 单位的规章制度 手续办法 章程等等 把这个理 用是来表现出来 我们就很清晰 我们就要去遵循 这些制度 那这个呢 就是理的功用 那我们再接下来呢 来看 理记婚役当中的 一段话 婚礼者将和二性之好 上已是宗庙 而下已记后事也 故君子众之 这个婚呢 是因为黄婚的时候 娶妻 所以古时候用的是这个婚 将和二性之好 两个不同的性事 合在一起 这个叫美 叫善 合在一起干什么 不是两情相悦 去过自己二人的浪漫世界的小日子 它是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 要奋事宗庙 祭祀祖先 下面要传宗接代 把祖先光荣的美德 家道 家风 家规 家业 沉船船下来 传给后代子孙 所以呢 古代的圣君明王 非常重视婚礼 那这里呢 就讲到呢 因为男女有别 婚礼所要表达的就是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 男女要有责任的分工 没有责任的分工 没有别就没有义 那今天两个人都去赚钱了 孩子的教育没人管 当我们赚到钱 他最宝贵的接受黄金教育的时段 养成他正确人生态度 正确的行为习惯的 那个阶段完全失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学圣贤教育 孩子十七八了 已经成型了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再想让他回头 难呀 当我们拥有了财富金钱 可是我们的下一代毁了 值得吗 那为什么说呢 治国平天下的大事 女人家要单得一大半 那推动摇篮的手 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我们无论看到孔老夫子 周文王周武王 孟子 哪一个圣贤君子 不是有圣母 所培养出来的呢 所以呢 今天我们母亲呀 我们学圣贤教育 真的是承担的责任 非常的重要 而所以呢 古时候实际上 对女性的尊重啊 那个地位是很高 为什么 妻爷者 亲之主也 可不近乎 妻子是这一家人的 亲人 他要祭祀祖先 为你的这个祖先 培养后代啊 要尊重呀 如果今天我们 夫妇无别 女性都不管家了 您看 不仅仅毁掉的是 我们的后一代 更重要的 我们的文化 也没有人继承了 我们这个民族 还有希望吗 所以我们的眼光 绝不能只看到眼前 要看到长远 那我们的